大家好,港股失驚無神地夾上去 夾得不錯 雖然成交不算太配合 市場都剩下的 那些錢都好像今天這樣 都是留回去教育股 或者醫藥股 沒有什麼焦點 但是指數都上到28,600這個位置 外圍的疫情都嚴峻了 除了印度之外 似乎台灣、菲律賓、甚至印尼 都在擔心 新加坡更加不在話下 所以這個因素 現在變成一個黑天鵝 究竟會不會持續擴散 將疫情再爆一個更大的波 大家要小心一點 資金都是比較鍾情 在一些主題上 例如有疫情 所以醫藥股又升了 教育股因為有政策出來 就扶持一些職業學校 然後又升上去 另一個當然是大家近期 都開始又再炒的資源股 之前中央就壓一壓 資源就不要炒泡沫 炒貴了 但是始終這些國際價 就不是那麼容易壓下去 同價一抽上去 鐵礦石等各樣的價錢 都會抽上去 所以暫時來看 如果你想擔心恆子 去到28,600 又像上次一樣 就到頭中 但是又手衡想買貨 因為之前的資源股 其實李一強說完之後 都跌過一陣 反而來說 多得那一下 現在似乎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撈底的機會 但資源股當中 我就特別擔心一些油價 因為中東的局勢 令油價飆了上去 但是中東的局勢 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隨時可以一停就停 油價都可能升上去之後 如果局勢不惡化 甚至乎緩和的話 跌幅可能會很大 所以就集中在金 或者銅 或者鐵礦石那方面